五花肉有啊 哪怕今天买不高明天都不要 你给我来一条了这个 哎 差不多就这么快 这个奶要上冰箱的 多少钱一斤 十八块 十八块钱啊 来一点 十八三十五二十四块 好的 大家我是老田 绍兴这个天气现在是越来越凉啊 就得吃这个大炖菜 今天我们做这个猪肉白菜炖粉条 再做一些这个发面饼在上面啊 热热乎乎的吃一拨 现在回家弄 先来泡一把这个粉丝 加水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碗 放一点这个酵母 给它加一点热水 搅一搅给它卸开 再来准备一碗面 再来一碗吧 然后把这个酵母倒在这个里面 把这个面给它卸开 这个水不够的时候呢 我们再加一点这个温水 刚才后面那个大把碗不加就好了 这个面团好像有点凉 有点大的 这个面团呢要给它揉一下 揉实了 揉成一个球 这个揉成球以后呢 我们还要给它揉成这种小条 用刀给它分一下啊 分成这个等份的 分好以后呢 我们再准备一盆这个温水啊 然后把这个面剂子呢 弄成一个圆形 放在这个温水里面 放在这个温水里面发啊 大概发个半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一共是十个 再多呢 锅里也装不下了 它发半小时以后呢 它会有点砸开 会有点飘起来的啊 买回来的五花肉呢 我们再给它切成三段 上锅 把这个皮给它烫一下 要不然有这个小的毛根在上面 锅烧热以后呢 猪皮直接放上去烫就行了 用手这样转动一下 既可以去除一些心烧味 又可以把上面多余的毛根给它去掉 烫到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个肉的表面 我们再用这个钢丝球给它刷洗一下 把这个黑的刷洗干净就行了 五花肉再给它冷水下锅 加一点葱姜 黄酒加一些 做这个菜呢 我们准备葱姜 八角桂皮香叶就可以了 调料很简单的啊 就是把这个姜呢 多切一些 两颗小葱给它完成葱结 这个五花肉水开以后 再煮个两分钟左右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再给它稍微冲洗一下 这个已经干净了 基本上啊 洗净的五花肉呢 给它切成块 这个大小根据自己来 我们给它不要切的太大吧 切成这个方块就可以 一斤多的肉切了满满一盘 这个准备完以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肉炖上 锅里加一点油 下入姜片爆香 爆香以后下入五花肉 五花肉呢 给它小火煸炒一下 这个不要火大 火大容易煸干料 做这个菜呢 我们就不需要炒糖色的 因为做的是大锅菜 你菜炒的这个颜色再红亮 它也不会上色的 因为菜太多了啊 我们把这个肉呢 炒到这个表皮 出油 有点微焦就可以了啊 先来放一点这个黄酒 再来放一点生抽 老抽要多放一点 上颜色 这个颜色好漂亮 我们这个菜呢 只要放一点这个生抽老抽就可以了 如果想酱香味浓一点呢 还可以放一点黄豆酱 我再来少加一点黄豆酱吧 这样呢 这个菜酱香味会浓一些的 现在闻的真的是好香啊 我们来放一罐啤酒 因为啤酒有麦芽的香气 煮出来的肉呢更好吃一些 这个里面水不够啊 还要再加点水 再把剩下的料头和葱放进去 再放一大勺盐 来点冰糖 加一点胡椒粉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赶成这个中小火炖半小时 准备一颗大白菜 这个大白菜 外面一圈呢 我已经吃了 吃掉了 里面这个我就用手给它撕一下 上次有好多人跟我说 那个娃娃菜不能买 搞得我都不敢买了 现在就买这个大白菜 撕好以后呢 将水给它泡一碗 那炖的差不多了啊 先把里面这个葱姜给它剪掉 然后把这个洗好的白菜 全部给它放在上面 然后再放一点粉丝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发面饼再放在上面 这个已经发起来了啊 用手呢给它压一下 压成一个饼的形状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给它放在这个上面 放不下来 给它堆在一起 再给它盖上锅盖 改成中小火煮12分钟 时间到了啊 哇 太漂亮了 这个饼子啊 放在这个汤汁里面 太好吃了啊 这个汤汁不要看 现在有点多啊 因为你没有粉丝 过会就会被吸掉了 这个饼子应该很好吃的 粘在这个汤汁里面 大一点点汤汁是刚刚好的 把这个饼子啊 围着一圈给它放好 中间放把香菜 成功了啊 先把这个这个饼子啊 是我提前发好的 但是呢 在这个饼子里面 一种适应的 都可以做到这个饼子 我可以吃到饼子 那么快 我可以吃到饼子 就会吃到饼子 这是 这一种饼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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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感谢大家支持